很奇怪 身體很漂亮 第9場 跑1400米 第9場是147913 是贏過 362就入了Q 好多隻馬都可以 147913 362 2號仔 奪金精靈 這隻不可以 還沒得住 上次跑11 這些是藍牌 奪金精靈給鍾奕麗跑 鍾奕麗 今天出不了閘 2號 奪金精靈鍾奕麗二檔 能不能出閘呢 上次跑11 3號叫做 知度再勝 好厚的 連續6次 11 9 9 29 最厲害一次第二 贏5倍 1號 9 4 1 1 3 5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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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號 1號 上次成績好得一隻是8號 322叫聲雲笑雀 是Bardle的 Bardle今天有拼搏但也不行 出不了來 突不了為 3號知道再勝周俊樂 4號馬琳 4號幾次都是熱滿都不行 上次第5 前次第4 又班德禮奇 大陸次賽 有兩個第一 馬琳 高頭大馬 很厲害 肌肉一九九 4號 4號是上次第5 前次第4 4號贏過本路程 隔晚大熱滿都是4號 但我想開跑未必是他 5號就是發財大師 3倍 發財大師 上次第11 前次第5 發財大師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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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號 十三十三十三十一 那樣 很難有人去買去 谁是骑士呢? 6号是陈家熙减5磅 钟逸礼也是减5磅 陈家熙也是减5磅 潘明辉也是减2磅 周俊乐减2磅 6号 一阵光一阵暗 现在是西斜 拍片也是很难的 不知道靠什么光圈 7号 偏偏君子 偏偏君子就是这样 一次好格一次不好 上次第十前次第一 再次第七再次第一 今次应该休息后应该会好些 7号 7号骑士是艾少女 档位是十一档 8号是星云少爵四倍 星云少爵是巴道 星云少爵是这样的 他出了三次 每次都有钱收的 上次第三 前两次第二 准备好了 如果再不来就加很多分 这一档位就普通十档 都挺难跑的 十档 但是他近积连续三次都在 这儿 算是最好的 这儿 都没有什么 好像他这么厉害的 这些近积 9号6支 9号就上次第五前次十二 冷门来的 9号仔 9号仔曾经上去跑得很好 艾多娜骑士红色衣服 10号还未上马电子转棋 上次十四前次第六 再前次第二 近三次都有一个第二 不过上一仗就跑得 跑第尾 10号仔 我想都冷冷的 这些马电子转棋 11号也是很厚的 上次跑了11 11号这只 53倍 今天有第二次出赛 第一次跑了11 12号太阳拍档 上次第八前次第五 抹掉这两场之后 就是1132好威敬的 最近两次不多好 但是前四次很好 12号太阳拍档 潘明辉 12档 看内档 好档位有哪只好 4号马琳 4号排四档都挺好 14号碎碎今早49倍 这些马就排档位13档 他上次跑第六 好一点都可以走进来 好一点都可以 近击最好都是8号 10号码 买个马琳 买个马琳 4号 5号发财大师 我认为过关飞 这场我喜欢 1号好吗 1号上次第九 我要8号4号 我要8号4号 王志康要1号4号7号 他有4号 4号就是马琳 马琳近几次 后上又没有 之前几好 10号的冷门来的 七十几倍 10号的马琳 上次第14 前次第六 要电子转棋 王晶涂要5号12号 5号也挺好 发财大师 有票才起码 吉姐要4号 1号8号 4号就是马琳 1号是报文 八笔歌 8号就是连续三次有位置 包括两个Q的 星云笑着巴道 我买近职 这场我买近职 买8号 4号 吉姐要4号1号 他要报文 我买8号 8号 4号 看看Janny姐选择什么 Janny姐很棒 上一场选择了十多元的Vin 看成绩表 如何选择 前四位都轮不到他 我看成绩表 其他不懂 六号 现在看到六号 冬方飞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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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季跑得不好 六号 退化了 这位 知道再胜 周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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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倍 都要 看Janny姐在里面 看到些什么 真的要尊重 看见8号 白色帽 要4号 要马林 要14号 14号 今早是 上场第六 有可能今场好些 14号 现在有39倍 有六格 有影响力 他要4号 14号 我要8号 买自己喜欢的 才行 自己玩 不是说 薄发达 很难发达 自己看马亚经 计算一下 挺好的 挺好玩 玩了几十年 都没输完 因为我看成绩表 买一点 不要买这么多饭 买两只 是这样的 9号 7倍 上次第五 前次12 没有上名 六次 没有上名 转发达 转发达 很多飞 黄色帽 绿色帽 那些 那些 叫法财大师 上次跑第11 很厚 但今次 这么厉害 是过关飞 我认为 没有理由 3.8的 Win 有2.4 位置 那些 Win 过关飞 后面 白色衣服 有红阶磚 12号 是冷门 13号 13倍 13号 上次第六 其实13和14 都是上次第六 一只三十多倍 一只13倍 Janny要14 我要8号 4号 1号 就持续落飞 包币哥 但是说来说来 都是那几只落飞 就是14 是一只14 就是一只14 圍着几匹 都是四五倍之间 14就落很多飞 来到29倍 14是应该 十凌倍 最多 在前看 上次不是 完全 输得很远 没有脚影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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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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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排阶方面 看到星雲少爵 奪金精靈 一对马就搞定 接着 来就起快 灰马的银 九场赛事 交给集池 剩一对都应该放在前 电子传奇入卖集 左右入集 八币哥 得到八币哥 好 全部马不准备 脱档九场赛事 三班千四 大热暂时 是四 好 你进去集的时候 前面快集的马 八币哥快 在外面 淺蓝衣 电子传奇 白衫走上来 还有一片太阳拍档 第四位 六三发财大师 内兰 第五志性时机 中间第六 还有马林 第七位 内兰奪金精灵 中间银騰 在外面 升运照着 后面的五匹马 直到再胜 尾五 后面四只 六只 东方飞影 偏偏君子 尾指 暂时电流碎碎 今朝来的 转香港体育学院湾 放了出来的 外面位置 就是太阳拍档 第二位是八币哥 第三位 发财大师 跟上来 外面 电子传奇 放不到 淺蓝衫被人顶在外面 内兰第五有志性时机 中间是马林 外面升运照着 后面 有奪金精灵 是银騰 尾四入直佬 埋便有六只 拍着这只 支度再胜 顶到最后 偏偏君子 尾指东方飞影 包着什么 碎碎金照 最后三百多米 前面透出的 就是这只巴币哥 看到外面 马林 就开始杀上来 埋便位置 发财大师 外面追踪 升运照着 中间是致性时机 外面有银騰 最后八多米 巴币哥还是佔先 马林一路追踪 后多层 还有发财大师 外面升运照着 最出是银騰 最后五十米 巴币哥还是佔先 马林逐步上来 接近中间 第一名 相当接近 外面 马林似乎大胜 是否压着 里面的巴币哥 就叮咚马头 至于第三名 以为是升运照着 外面的灰马 银騰 都逐步上来 把他赶过了 8号跑第四 11号冷门 11号银騰 蔡明啸 4号1号 4号1号 贴士 4号1号 4号 4号跑得很好 8号近距离 很厚才能冲上来 8号第四 拍不到 位置都不能收 哈哈 蠻好 蓝色衣服 8号都很好 虽然排过十档 都很好 但里面的邱仔 巴币哥 今天连回带头 布门 出来了 14号 落飞落到啡格 包尾 没得住 我认为 12号 太阳拍档 那些在前面 布门在第二 何宅瑶 第三 第三 第四 绿色的 何宅瑶 过关飞 特劲 布门第二 正在转弯 巴道 在这里 巴道 这只 隔晚大热门 但最后 被4号 变成大热门 隔晚大热门 也有一个取胜率 隔晚大热门 有一个取胜率 隔晚大热门 有一个取胜率 马林 现在在这里 冲上来 巴币哥 在前面 以为可以 马林 骑斯 叫做班德里 上来 今天起码 赢了一点 8号 太后 给这11号 我以为他有第三名 为什么 突然做一只11号 冷碗马上来 赢了 4号 1号 11号 11号最冷 哎 4号 8号 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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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马 很厉害 很残酷 很残酷 这世界 真的很残酷 很残酷